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小 昨日乌军用无人机继续对莫斯科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袭击 截至目前,袭击不仅造成克里姆林宫15公里外的莫斯科市政府大楼熊熊燃烧 前天袭击的距离客工15公里外的柳比尔齐燃油厂还在继续燃烧 流出的多个视频证实燃气配送中心及柳比尔齐燃油厂遭到轰炸后 火势一直很大,沃斯科地区一共有22套S300、S400防空系统 此外还有最近部署的至少9套铠甲S1、S2系统,已算相当严密了 却无法防御乌克兰远程单向,飞行速度并不快的无人机的袭击 可见,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完全是摆成,难怪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无人问津了 至于卫报信息,乌克兰正在研制和垂直起降的天幕沙基 自杀式无人机,旨在攻击装甲车辆和防御公式 该系统包括一个控制站和3-5架攻击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与一架侦察无人机协同作战 进行目标探测和通信 天幕沙基无人机可以使用乌克兰制造的5000颗弹头 攻击40-60公里外的目标 弹头可以是高爆弹或定型装药 这将对乌克兰前线地面作战,让乌军取得至关重要的优势 乌韩战场的哈尔科夫前线 昨天乌军在北部沃夫昌斯克发动了大举进攻 突破了边境地区T2108公路线 前方甚至推进了俄境内比尔格罗德 由于哈尔科夫战场俄军主力回援后 该战区的俄军实力骤降 乌军趁机发动反攻 不仅将沃尔夫昌斯克和利布齐两条战线的俄军都赶了出去 还把战火引向了毗邻的比尔格罗德 这就是克里姆林宫当初发动的哈尔科夫战役最终失败的结局 这次哈尔科夫的全部乌军主力可能大举进入俄境内比尔格罗德作战 目前哲别基诺已被掀起攻陆比尔格罗德的乌军控制之下 这两路乌军将分左右两路线纵深方向推进 待到地盘扩大后 则可以与库尔斯克的南下的乌军主力会师 共同打响比尔格罗德战役 以包抄俄军在乌冬主力后路 以达到最终战略的目标 顿捷茨克南部的弗勒达尔前线 今天凌晨 俄军发起了猛烈的炮击 开辟炮火完成后 又进行了一轮延伸炮火 随即小规模多边队的装甲机群发动了进攻 但在乌军精锐第72独立机械化旅阻击下 俄军不得不纷纷溃退 有72旅士兵发布的视频显示 弗勒达尔及其周边战斗异常激烈 乌军机枪手占据着建筑制高点猛烈开火 咱不如说前线 目前乌军在这个方向正在新增兵两个旅 其总兵力已经达到了14个装甲突击率 另外这里的乌军的防空导弹阵地已完成部署 战队记者拍摄到还有大量携带反坦克导弹的乌军 进入了一线战场 乌军似乎要趁俄军在这里兵力空虚是时候 发动反攻直插亚索海滨 如果这里反攻取得进展 将是俄军在乌韩前线战败的关键节点 乌总参最新战报信息 昨天整个乌韩前线发生了182次战斗 俄军已累计伤亡617,600人 一天里新增损失1300人 摧毁俄军坦克9辆 装甲车26辆 火炮10门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一套 无人机30架远程导弹35枚 运游卡车等44辆 特种设备两套 红军村前线 目前红军村方向 在乌军增援部队陆续抵达后 已经越来越稳定了 责任 谢尔斯基亲临前线 还带去了新援兵92旅 双方战斗仍然很激烈 但战线没有变化 据悉 俄军在伯克罗夫斯克前线 抽走了1万人的精卫部队 回员库尔斯克去了 加上俄军的重型装备 消耗严重 完全依靠人浪冲锋 虽然战场惊心动魄 但却是乌军对俄军步兵 一边倒的屠戮 战场压力松动后 乌军最先在这里防御的四个旅 开始轮换休息 按照两个膜部旅 轮换一个机械旅进行 目前乌军依靠规模优势 顶住了俄军这轮步兵冲锋 基本稳定了战区 下一步看是如何在两亿着手干了一下了 俄军方面在这里又将近十万人的部队 并且绝大多数是俄军的精锐 光突出部俄军已超过五万 其中有俄军第九十师等三万精锐 两亿五万俄军顶住乌军的收缩压力 构成战场态起 九月二日有一则全球媒体头条消息 乌军在关键的红军村突出部突然撤退 乌军撤退的地区多为复杂地形 如森林沼泽丘陵等地便于隐蔽兵力 设置障碍 为实施反攻提供天然屏障 有视频显示 乌军从突出部一个战地撤退后 俄军进入后发现有乌军留下的两艇机枪 很高兴 就在此时 两艇竟然立即启动 并朝周围俄军扫射 造成不少俄军身亡 原来这是乌军设置的一个陷阱 用现代化智能型的机枪射下埋伏 远程操控机枪向俄军扫射 打完子弹后再引爆自毁程序 乌军这一招太厉害了 不仅消灭大量的俄军 也给活着的俄军埋下了心理阴影 连俄军总指挥部就担忧了 这次乌军的撤退 莫不是乌军布设陷阱的重要一环 所以目前在突出部停止攻击 尤其是近期 俄军方截获的乌军通讯中 频繁的出现暗语与代号 且部分关键区域的电子信号 异常的活跃 似乎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正在酝压 这进一步加深了俄方 对乌军撤退动机的怀疑 所以这两天 俄军停止了在突出部的进攻 毕竟乌军在突出部的撤退的迷雾 仍未消散 是陷阱 是疲态 亦或是战略转折点 答案或许就在下一次炮火的 轰鸣声中揭晓 但无论怎么说 乌军这种缓兵之际 让俄军惊恐万分 也是一朝高起啊 根据多路信息远 俄军总指挥部计划 在2025年集中机动兵力 孤注一掷 现在就是尽其可能的 占领攻击阵位 一边挖战壕 已经占领的约400公里的突出部 预计俄方最终计划将在这里 集结20万人进行重点进攻 新的9月对乌军来说非常的关键啊 乌克兰的西方盟友训练的 大约10个北约化旅 需要在10月才能抵达战场 所以俄军将时间推到2025年 集结20万人 企图达到军事战略目的 也只是奢战化 大概率啊 俄军期望的2025年红军村填补空缺 再施展拳脚是没有机会的 预计10月内 该方向乌军就将粉碎此路 俄军突出部 俄境内库尔斯克战场 据ISW发布的战况地图来看啊 昨天乌军在库尔斯克战领区战线 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实际上 战领区内啊 暗潮涌动 乌军取得了很大进展 目前 俄乌双方都在调兵潜降 似乎要打一场决战了 俄军指挥部已将部分远近化 用于加强对乌克兰前线进攻的部队 再回原一部分 库尔斯克地区以应对乌军的推进 这也说明啊 乌军在库尔斯克带来的作战压力啊 正在影响俄罗斯各领域的军事努力 昨天俄军从伯格罗夫斯克方向 调派了1万人的第二集团军 中央军区第15独立摩托化步兵旅的一些部队 以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第一军团 第一斯拉夫摩托化步兵旅的一些部队回原 昨日 俄军组织兵力向东部 别洛夫斯基卡梅舍瓦卡和普罗赫夫卡一线 向苏甲发起过进攻 但是俄军没有取得成功 显然呢 乌军在苏甲东部形成的不是一个据点防御区 而是依托E105公路的东西两侧的制高点和居住点 而形成一条连续的防线 以阻止俄军进攻 与此同时 俄军继续对苏甲市进行猛烈轰炸 俄军动用了火炮制导炸弹和无人机这种摧毁 这座城市 虽然乌军当初拿下的时候并没有毁坏掉它 但很快它会被俄军给彻底的毁掉 就像那些被摧毁的乌克兰城镇一样 因为俄罗斯公开声明 要将这座俄罗斯的小镇从地球上抹去 这是苏甲的冰上体育场 被俄罗斯的KB航空炸弹轰炸之后的现场状况 或许 当克里姆林宫说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某个目标的时候 苏甲的俄罗斯居民的生命财产 就是克里姆林宫为了实现宏图伟业 所必须要牺牲掉的代价 在西北的塞姆河南岸 俄军在格鲁士科夫斯基地区 1000人至2000人的俄军仍然处于包围中 他们一直在尝试建造浮桥过河点 但这些过河点被乌军的海马斯积极摧毁 目前俄军总守卫部队 如何按照普京亲自命令解围这支 被围困的部队仍然束手无策 据近日多次访问总部的一名俄罗斯官员透露 俄军总部的命令和想法相互的矛盾 虽然有桥梁 但仍命令增援部队经雷尔斯克 前往格鲁士科夫斯基地区 桥梁被毁后 这支增援部队差一点又被乌军包脚了 于是命令紧急撤出 并将扎在东南 并将扎在东面的战线附近 泰特吉诺地区的俄军部队 从斯纳哥斯特一侧和格鲁士科沃德部队 全部向东转移 也就是说俄军信誓旦旦 要对塞姆河南岸被围困的部队的救援计划 变成了彻底丢弃他们 让其处于更加孤立的状态 这位俄罗斯官员说 当俄军总部正在争论时 在格鲁士科夫斯基区 俄罗斯的部队正在等待 不太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 但乌军并不等待 他们试图从泰特吉诺地区边境 或东部斯纳哥斯地区 派出大部队 向东部发动进攻 俄军的行动正在以小组形式进行 穿过俄军的重点防御攻势 很容易收复大片地区 目前乌军正在向东北部方向进攻 显然这里的俄军并没有建立强大的防御攻势 只是排合连据点相互的连接的链条 根本无法承受乌军的攻击 并且又处在被总指挥部命令撤退的时刻 还不跑得比兔灾快 昨天乌军在这条线上大举向东推进 占领了大片区 根据深层政府的说法 由于在这条线上 乌军进展实在是太快了 很可能一部分没有迅速的撤离的是 俄军部队处于乌军包围之中 另外特别应该提到 乌军在进攻乌拉诺克村的时候 缴获了俄军大量装备 打死打伤俄军大约有150到200人 俄国防部和俄政府官方媒体称 乌军在库尔斯克损失了8200人 库尔斯克的乌军显然已遭受灭顶之灾 这种话可信吗 回答是绝对不可信 是纯澈的谎言 目前为止 来自任何其他方向有关 库尔斯克乌军遭受重大伤亡的消息 即便俄罗斯军事博主 也没有发布类似的信息 实际上在库尔斯克地区 作战的乌军打仗非常的灵活多变 从来没有打过硬仗呆仗 似乎都是四两拨千斤的高技术的招数 因此既然他们从来不试图攻坚 也就不存在有大部队 被俄军合围歼灭的可能了 从前线战况看 俄军战法也主要是伏击乌军侦察部队或机动分队 乌军则可以成建制的包围歼灭俄军 再加上这次的顺水推舟 打反击推进 是完全利用俄军指挥部的错误命令 在库尔斯克发起过大规模反共的歼灭战 这大概就是中国古代兵法上说的顺水推舟之机或顺手牵羊之机 所谓顺水推舟之机或顺手牵羊之机 通常指利用敌方的弱点或有利条件 届时达到自己的军事目标 这次乌军利用俄军的救援不令 以指挥部模拟两可招令膝盖 下令撤退之际 再加上俄军防御薄弱 士气低迷便顺势大举进攻顺势追击 事半功倍攻占大变区域 乌军这招实在高 高啊